中国新生代演员吴磊与赵露斯搭档古装巨星寒灿烂月生沧海后,两人不但名气大增,连带两人的无路可逃CP粉也得到了快速激增。 近来因为吴磊12月26日生日快到了,工作室却突然公布了一条规定,要求粉丝若要投放应援生日的相关内容,需获得官方授权。 这瞬间让粉丝们纷纷炸锅,大骂吴磊过河拆桥,但也有不少吴磊粉丝力挺,认为一些疯狂的粉丝的确造成吴磊困扰,连带赵露斯也受到影响。 吴磊后援会近来公布一条新规定,以后粉丝投放应援内容必须要经过吴磊工作室和影视剧版权方的授权。 唯一的申请方式就是通过吴磊后援会,而且吴磊后援会还特别强调声明,在吴磊12月26日生日之前, 所有与吴磊相关的内容投放都要去后援会申请,这条公告很明显就是针对吴磊可淘CP粉, 摆明吴磊工作室的态度是不欢迎粉丝们的应援活动的,结果引发粉丝们的怒火, 纷纷涌入吴磊最新发布的游泳新贴文下,狂刷留言,而且前50个留言几乎都是CP粉, 直接将吴磊的粉丝挤到后面。 位子有网友表示,其实拆心和灿烂CP已经不是吴磊工作室第一次这样做了, 日前赵露丝11月9日生日时,吴磊没有释出任何祝福讯息,全程沉默, 好像要跟赵露丝完全划清界限一样,其实这点小编其实是不认同的, 因为赵露丝生日前一天,吴磊确实是有暗绰绰地表示过, 比如在赵露丝23岁的最后一天,吴磊工作室就发布了一条吴磊超话, 上面经读秒确认,成熟冷静三秒,开心搞怪20秒,一共23秒, 预示着祝福赵露丝告别23岁的自己,迎来24岁的崭新人生。 可是最近吴磊生日12月26号也快到了, 他的工作室却抢在他生日之前公布这样的规定, 这是小编所不能理解的, 因为这样不但将赵露丝的粉丝挡在门外,也大有打擂台的意味, 此外还有网友爆料, 之前吴磊工作室还买了吴磊单身的热搜, 借此想降低CP热度, 不过工作室的这一举动影响可不小, 虽然吴磊粉丝不少, 但是新汉灿烂月生沧海播出时, CP粉的贡献也不少, 后来也有很多CP粉转化为吴磊的粉丝, 也因此不少粉丝狂骂吴磊过河拆桥, 但也有不少吴磊粉丝仍大力支持工作室的决定, 因为很多CP粉其实是吴磊黑粉伪装的, 以吴磊可淘CP粉之名, 到各大留言区狂黑吴磊, 甚至连吴磊星系爱情而已开拍时, 都到处刷留言大骂, 他星系会影响, 新汉灿烂月生沧海, 扬言全体抵制, 甚至有人直接跑到吴磊星剧组, 叫嚣呛声停拍, 不仅让吴磊跟团队很尴尬, 也间接让赵露思难做人, 其实关于这些假的吴磊CP粉, 我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意图, 虽然他们打折支持吴磊也支持吴磊可淘三搭, 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上纲上线, 从而影响着两人的视野,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粉丝而言, 并不需要向我们喜欢的偶像表示什么, 也不能在偶像星剧的宣传上, 为了自己的主观意图, 去不断地抹黑偶像,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期待, 是祝福, 期待他们能够像我们期盼的那样, 能够再次合体搭档, 但我们也是祝福他们, 星剧可以收获自己满意的票房, 祝愿他们在事业上可以蒸蒸日上, 虽然如今吴磊工作室这个行为小编也挺不满意的, 但相信这并不是演员们所期望的, 而且说起吴磊, 他的生活态度也是我喜欢他的一点, 比如他会抽时间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去突破自己克服恐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Vlog, 厦门那期他早收工了, 没有说去休息, 而是骑行叫路人拍照和路人搭话, 骑行千岛湖一路和摩托车友, 不认识的自行车友打招呼, 他对于生活的好奇, 我觉得算是对生活的热爱, 还有小北打碎花瓶, 他细心的呵护把花救活, 已经收养小北, 如果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 应该不会去养一只狗, 何况他是明星, 还如此忙碌, 当然正是因为这些体现出他的少年感, 去观察他的照片, 当他不孝时很难看出他的阳光, 但是你通过看他的片段动图综艺, 观察他的说话语气用词, 便能马上get到他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甚至有点憨憨的感觉, 但是我想说, 这不正是二十多岁的大男孩展现出来的吗? 正是因为他不在戏中的塑造, 更贴近真人的表现, 也拉近了距离感, 没有硬凹人设, 多了份活泼与青春的活力, 至于他的成熟, 通过外表, 第一就是肌肉, 其次就是图片的展现, 以及戏中的塑造, 这几年的戏感觉正在向成熟之人转型, 临不移陆小北看似是少年, 却能让粉丝感受到不一样的硬汉感, 包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是一丝不苟的, 学古琴, 起码好多事情他是有野心不可否认, 但是娱乐圈谁又没有呢? 而且他是童心更知圈子的不义, 但是绝不是网上描述的那样什么都响应, 况且乌磊工作室发表的这条声明, 其实也是被伪装成无路可逃cp粉的黑粉, 搞得乌烟瘴气, 在这里小编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追星的意义不在于追明星, 而在于追逐心中的心, 无论是美化还是幻想, 只要是好的有意义的, 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值得追的, 其实我感觉他一直会给我们粉丝传说的就是做自己, 小编同样作为粉丝, 我能够接受到的信号就是积极向上的, 我不敢其余人对他的感觉,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经历不同, 那么看的角度有所不同, 但是通过他, 我们更能学到自律, 阳光, 乐观, 不管他是刻意端折, 或者在自己舒适圈里面迎合别人, 咱们追星就是为了自己快乐, 自己获取正能量, 大家都理智点儿, 最后的最后, 吴磊是没啥包袱的, 我相信, 其实在屏幕前大家看到的他, 基本就是生活中的他, 除了他痛苦的时候不愿展现出来的, 但是他的处事态度, 生活态度就是乐观积极, 只是他心中痛苦, 别人不容易感受得到, 而且吴磊时不时的会关注一些弱势群体, 其实我觉得是教养, 但不完全是, 而是他的经历以及自己的爱心, 他敢于去争取以及秒杀很多人了, 而且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虽然说他的母亲和姐姐作为管理他的人, 但是也别忘了, 他也已经20岁了, 接受过教育的正常人, 应该还是会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 而且对自己未来明确的人, 总比一直被强迫前进的人更好, 咱就是说, 追星就是要支持他, 不要抱怨, 不要乱刻, 清醒一点, 不要网上说什么就是什么, 通过自己的判断吧, 明星出娱乐圈飞闻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有些是真的, 所以作为追星人的我们, 应该其实尽量去避免参与这些, 我知道好多人都是妈妈粉或者女友粉, 看到飞闻肯定是会很愤怒, 但是我觉得明星这个行业的诞生, 并不和其他普通职业有什么差别, 如今的内宇很乱, 一方面是利益问题, 一方面也是众人的追捧, 但是我们更应该把他们当成普通人, 褪去光环, 然后再去发现自己偶像真正的发光点, 然后和他靠近, 我们的生活需要正能量, 而非充满娱乐八卦, 以及负面的新闻, 比如一些不好的CP行为, 黑粉, 键盘侠等等, 还有些明星奇奇怪怪的关系, 其实门星自问, 我们生活中谁能忍受, 或者是谁能做到, 我们真的追星就是应该在偶像身上学到好的地方, 并出不好的做法, 而非去吹捧, 每个人都有不足, 偶像亦是如此, 偶像的完美在于你自己内心的想象, 所以当我们有一天有能力去做一些 维护自己喜欢的人的事情的时候, 即使可能不喜欢了, 或者是喜欢已经冲淡了, 但是我们总会感谢那个激励我们前进的人, 我想追星最好的样子不是为他花了多少钱, 或者为他喷了多少颗黑粉, 而是提升自己与他并肩前行, 成就更好的自我, 那么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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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